8090后的小伙伴们对于玻璃弹珠一定有着满满的童年回忆吧 那个时候谁口袋里的弹珠最多谁就是大家眼中的大哥 所以当我们揣着满当当的弹珠出门时走起路来都是昂首挺胸的 不过小伙伴们好奇玻璃弹珠里面的彩色条状物是什么吗 关于牛人为了解开疑惑于是决定将玻璃弹珠进行融化 直接牛人先是将玻璃弹珠装满干锅 接着放进高温溶茹中进行加热 就这样等待了15分钟后牛人打开熔炉 发现玻璃弹珠并没有被完全融化 盖上盖子继续等待 终于一个小时过去了 此时的玻璃弹珠已经融化成了粘稠的火红色高温溶液 牛人小心翼翼的将溶液倒在了石砖上 不过由于它的粘性太强了 想要全部倒出来还是有些费劲的 但在这个过程中粘稠物逐渐冷却并拉出了长丝 虽然此时的玻璃熔液已经融化成了黑色 但是还能隐约看得见一些色彩 并能够猜测出这只是一种彩色颜料 屏幕前的小伙伴你们认为呢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视频素材来源网络 由豆子前期配音 咱们下期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